花莲家福中心长年来开办多种方案 才艺学习的计划 包括了幼儿起立 少年展立 青年自立吊杆 幸福小铺等多元赔立的方案 要辅助儿童少年和家长们 累积脱贫自立的能力 而在18号 花莲家福中心举办了年度成果发表会 将近300位辅助家庭的孩子 大方的展现 他们学习的成果 为了辅助弱势家庭的成员 能够学习多元的方案才艺 累积脱贫自立能力 花莲家福中心长年来开办了许多的辅助方案 还有才艺学习课程 从学龄前的幼儿起立 到儿少实习的少年展立 青年自立吊杆 还有家长们的手作幸福小铺等 以及各种的才艺训练课程 让受辅助的家庭能够有机会开创新人生 家福一直以来为了不让弱势的孩子输在起跑点上 我们其实都会有办理才艺队 然后因应孩子喜欢的 例如我们有滑板 有舞蹈 乌克利利 那这些才艺队其实都是 由家福这边来聘请师资 然后提供资源活动的经费 所有我们帮助的弱势家庭的孩子 都可以免费的报名来参加 那他们是每一个礼拜 几乎每个礼拜的周末 然后都会有老师来教学 其实我们每一年 透过这样暑假的一个时间 希望这个活动可以让孩子 在平常才艺的练习 或方案的练习 有一个展现的机会 那其实我们是一直不断的 在八方时期创造一个舞台 让他们可以做一些自我展现 然后也从中 让他们可以进行赔力 或者是自我信心的能力的提升等等 参加的学生表示 这些课程打开他们的眼界 也训练他们的能力 让他们更有自信展现自我 面对人生的挑战 我看到钓杆里面的单子里面有写说 它有针对一些能力上面的成长 然后我就觉得 在出社会前我应该可以 借由这些活动来磨练自己的 一些出社会之后的能力 所以我对于这个钓杆计划 就非常的感兴趣 然后也很高兴 加福就让我进入这个钓杆计划 然后在这一整年当中 我跟我的成员也策划了很多的活动 然后我们也去采接 然后办了一些亲子营 然后很多社会福利的活动 我们都有办过 然后我们还特别倡议了一些议题 然后到今天我们就是会把我们的成果 就是在这边告诉大家这样子 它让我觉得可以融入社会团体里面 因为我其实是一个很内向的人 就是他教导我怎么融入团体 让自己变得比较能放开自己 学会怎么跟人相处之外 也学会怎么处理事情 因为还要想方案的事 对对对 有很多很多 因为就是想要看见跟不一样的自己 然后去做许多没有做过的挑战 就是自信力吧 展力有六例 然后最大的突破是其中的自信力 就是因为今天要代表展力上台分享 然后其实是蛮大的突破这样 对你的人生有办法吗 有 就是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 会对自己更加的有自信 7月18号 华林家福中心举办了方案与才艺队的联合发表会 今年设计了方案才艺博览会 由家福的孩子担任解说小志工 舞台上有精彩的才艺表演 会场内是摊位展示 还有闯关游戏 三百多位江湖成员齐去一堂 展现了丰富的学习成果 谢理会欢迎视报道